中华东东 民族红红 华哈子孙 美心仰红 清明江至 4月2号 金门宗族文化研究协会创会会长黄一展 三年来首次带领乡亲来到厦门江夏堂 参加皇室宗庆祭祖仪式 始建于1910年的江夏堂曾是明海关旧址 清末明初 数万名皇室子弟从这里出发前往台湾 下南洋讨生活 如今江夏堂已成为皇室后人回大陆的落脚点 厦门我们来得非常频繁 只是说给我们又更方便一点 因为那三年是节德 两岸只能靠通信互相联系 那当然能过见面 当然是大家非常高兴的一件事 2020年从台湾新竹 来到厦门创业的黄凯佳 首次前来江夏堂祭祖 他告诉中兴社记者 在台湾祭祖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今年虽因工作无法回到台湾 但能够和两岸皇室宗庆一起祭祖 黄凯佳倍感荣幸 这么有仪式感啊 这么对祖先圣中尊远的仪式 我感觉到也非常的开心 那我刚刚在这个祭祖的过程中心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觉 就是虽然我是台湾人 我家不在这里 但是透过这个祭祖的仪式 我其实感觉到自己并不孤单 去年夏天 黄凯佳从黄河入海口速合而上 历史两个多月 他用一百部短片 真实记录下此行的所见所闻 当最终抵达黄河源头纪念碑时 回顾一路的艰辛 百感焦急的黄凯佳泪流满面 我拍了快一百部片 我就是希望让大家 看到 现在大陆的样子 我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互相理解 我做的事情也许很微小 但是我在努力 溯源黄河源头后 祖籍福建南安的黄凯佳 如今还想寻找自己的宗族根脉 找到自己内心回家的路 我以为自己一直在找源头 一直在找根脉 但是我真的走到黄河的源头 所以我发现其实自己从来不曾离开过 其实我一直就在这样子的 华夏的文明里面 那一样 那我在走完文化寻根之后 进一步的我更想要知道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要去向何方 那我从哪里来 在进行完黄河的文化寻根之后 我就更进一步的 想要做祖卖的寻根 古代黄姓旺族居住在江夏郡 江夏堂由此成为流传最广的 黄信俊旺之一 由清末武状元黄培松奉旨建造的 厦门江夏堂历经百年沧桑 它不仅是厦门最具艺术价值的老建筑 更是连接两岸黄氏宗亲的纽带 到了江夏堂 我们可以听到同样的响音 所以说把江夏堂 我们江夏堂现在 就是我们海峡两岸 这个黄氏宗亲的 共同的精神家园 颜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